正的意义 桃园县每年平均可以分到10亿的公益彩券银鱼 除了照顾儿哨、妇女 有4成6的金额是用在照顾身心障碍者的福利上比例最高 像是爱心继承车、福康巴士、身心障碍者、送餐 都是用公益彩券的银鱼来做的 照顾弱势不遗余力跟社福团体站在一块 桃园县将彩券银鱼用来支援社会公益 多年来儿哨、妇女、老人、原住民以及身障团体统统受贿 我们要办非常非常多的福利的项目 那其中我们大概有将近百分之五十 大概接近百分之四十六、四十七左右 全部用在我们身心障碍的朋友 因为身心障碍的朋友们所需要的各项的注意会特别特别的多 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近老爱心卡 包括我们的福康巴士 这个爱心继承车 不只照顾生活所需 办公益员优会提供平台 桃园县还要帮身障朋友创业 我们针对身心障碍的朋友们如果要创业 我们要特别提拨身心障碍者创业的 这个创业的非常好的条件的贷款 让身障碍是自己自足 也落实桃园成为社福乐园的新都会 提供黄秀明、丁明杰、桃园报导 支持公益才刚开完道的艺人